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联合报的头条一样也是 为了要筹措长照服务的裁员 行政院打算要调高移赠税以及营业税 而中国时报是报导 民进党党代表提出提案 要以两岸维持现状作为基础 提出新的党纲 再来看到的是自由时报 屏东原住民学生所组成的儿童合唱团 原本受邀7月到中国广东演出 但是在520总统就职典礼 领唱国歌之后 被中国以身份太敏感为理由 通知取消表演 而看完报纸头条再来看到 学童营养午餐安全拉警报 食药署鸡查国中小学团善食材跟校园午餐 结果有无所的国小都验出了 含有蔬果农药草表 中午一到小朋友开心吃午餐 但日前食药鼠汉各县市卫生局 针对全台119家国中小学的 营养午餐食材进行稽查 结果包括基隆市辅大盛兴小学的 团善食材敏豆 有不得检出的农药 欧蛮多0.07ppm 以及护太分0.06ppm 另外台南的胜利国小联屋 更验出农药普拔克超标十九倍 安丹超标三倍最严重 除了农药残留 南投县同美团善合餐食品厂的肉丝 以及苗栗县仁爱国小的鸡肉 也有不得检出的动物用药绿酶素 0.0007ppm 以及剃米烤鑫0.22ppm 另外台中市五全国中贩售的 彩虹三明治 桃园市政府员工餐厅贩售的 葱油鸡便当 以及卫福部苗栗医院 附设性医医疗用品公司贩售的 蔬菜三明治 则分别被验出大肠杆菌 大肠杆菌群不合格 一时熟食的一个大肠杆菌 或是大肠杆菌群超标的部分 可能会有一些肠胃不适 或是拉筑子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说有吃到 这一类的一个肉品的时候 那剂量高的时候 才会造成身体的一个不适 这次食药署也发现 学校的午餐业者 作业环境高达四十一家的 环境卫生都不符合标准 违规比例高达百分之三十四 已经要求改善 记者位于谢启文 温正恒综合报道